美国点头萨德部署以色列 美国以保护以色列之名 为以色列报复伊朗开绿灯 美国国防情报局 前分析师哈里森曼认为 美国提供的萨德系统 一旦部署到位 以色列将无所顾虑 打击伊朗敏感目标 意思是 以色列你就放手去干吧 最新消息是 以色列已向白宫保证 计划对伊朗展开的报复攻击 将不会锁定盒子或石油设施 但就是没保证不商级平民 和遵守人道主义 话说这不是美国第一次 在中东部署萨德系统 也不是第一次在以色列部署萨德 这一次全败伊朗10月1号 181枚飞弹成功突破 以色列防空系统所赐 萨德能拦截大气层内外 短程、中程和远程 洲际弹道导弹 拦截射程在150到200公里 可以捕获和跟踪最远3000公里 范围内的目标 拦截摧毁1700公里外的 伊朗9款导弹 在明面上凑凑有余 以色列可以无后顾之忧地 报复伊朗了吗 倒也未必 看看过去几天 珍珠党的自杀无人机 能躲过铁穹 重创以色列北部空军基地 造成4名以国士兵丧生 超过60人受伤 意外吗 以色列的铁穹 大卫投尸锁和箭一箭二 没有一个发挥作用 甚至有媒体报道 以色列连防空警报都没想 10月1号伊朗181枚飞弹 以饱和攻击 攻破以色列空防 意外让伊朗和抵抗之湖 一帮小兄弟摸了个底 珍珠党接着用法迪伊火箭弹 成功袭击以色列第三大城 海法附近的空军基地 出动自杀无人机 仅一举突破以色列铁穹的拦截 造成不小的死伤 让以色列空防颜面扫地 再强都有弱点 以色列不是铜墙铁壁 美国萨德来作证赌这场包赢 伊朗恐怕是有恃无控 因为输赢 如果是梅伊说了算 中东早逝另一番局面 的独立 请来描写